朋友们想知道人类起源和地球历史的真相吗 那么今天这期你就绝对不能错过 今天这整个故事非常之精彩 我们先把时间调回到1880年 在这年一位叫做约翰纽布罗的52岁美国牙医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附身了 那被附身以后的约翰在其无意识的状态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一部1000多页超过30万字的居作 在1882年10月20号 这本书在纽约约翰的家中发表 在发表以后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而真正转折则发生在约翰去世以后 这本书是在1882年发表的 在发表后的没几年约翰就去世了 在他去世多年以后 人们发现这本书非常难读懂 里面存在着大量看不懂的文字和符号 这个现象也被一位叫做托马斯沃德的教授注意到了 托马斯沃德教授是专门研究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 他一翻这本书发现 这本书里那些看不懂的文字 就是他专业研究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然后再一读这些象形文字的内容 直接就把它看傻了 之后他断言 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凡人 是完全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的 这本书的真正作者 一定是一位远超我们所有人想象的超自然力量 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研究这本书中的内容 这不研究还好 一研究吓一大跳 这本1882年发表的书 竟然精准预言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空理论 预言了重力的真相 预言了太阳系的真实运动轨迹 预言了黑洞 预言了核外星系 甚至还预言了暗物质和暗能量 那这本书在震撼科学界的同时 也深深的震撼了神学界 因为研究死后世界和灵魂的人发现 这本书里关于冥界和灵魂的描述和我们今天研究的成果基本一致 所以后来这本书的地位就非常高 甚至被誉为新时代的圣经 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读一下 这本书里关于人种的起源 还有地球历史的真相 在可见的物质世界被创造出来以后 适合灵魂寄居的肉身迟迟无法就位 这怎么回事呢 造物主在独立创造出所有动物以后 又单独用SAM创造出了第一代的人类 叫做阿苏 作者在被附身的无意识状态下 画出了阿苏的模样 就长这个样子 这个阿苏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作品 他们不仅完全无法与造物主连接 也完全无法听取造物主的教诲 反而四肢着地行走 残暴无知 毫无道德感和羞耻感 几乎可以说是与野兽无异 造物主对其也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本打算让灵魂碎片 寄居在这些肉体以后 来体验这个物质世界 并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成长洗涤灵魂 结果本来密度很小的这些高级灵魂 寄居在阿苏的身体以后 不仅断了和造物主的沟通 还因为残暴无知 导致灵魂密度变大 所以不声反降 甚至在他们飞升以后 让那个不可见的灵界 出现了混乱悲惨的一层 这个就已经明显偏离了造物主的初衷 于是造物主对天堂中的天使 也就天堂中的高级灵魂 说 去把阿苏从黑暗中解救出来 让他们站立起来 然后教导他们 让他们的灵性得以提升 在造物主的使命召唤下 这些天使就降临在了地球之上 这些天使其实都是从天堂而来的 不可见灵魂 他们并没有肉身 但是他们凭着自己的意志的力量 利用地球上的元素 直接就为自己穿上了骨骼和身体 这些包裹在天使灵魂外面的肉身 与阿苏完全不同 他们的个子非常小 身体也光溜溜的 身上很少有毛发 双腿是直立行走的 身体里也完全没有动物性 他们是可以直接和造物主沟通联系的 他们是一种拥有智慧 而且非常文明和平的一种种族 书中管他们叫以心 以心来到地球以后 那这些天使也并没有忘了造物主给他们的使命 就开始教化这些与野兽无异的阿苏 首先他们先叫阿苏双脚直立行走 随后又开始叫阿苏一些知识和技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两个种族就渐渐混聚在了一起 有一天造物主就和以心沟通 说以心你们可以享用地球上的一切 但是不可以触摸生命之处 不然反而会在这次使命中成为生育者 从而对来自天堂的你们带来无穷的祸患 这个以心是可以和造物主交流的 但是这次他们并没有把造物主的忠告放在心上 因为这也是这些天使第一次拥有肉身 第一次体验物质世界的一切 这对于他们来说既有趣又充满了诱惑 所以一心就没有听从造物主的公告 就偷偷吃了生命之术上的果子 大家注意这是生命之果不是智慧之果 那关于智慧之果我们后面会聊到 那吃了生命之果的一心竟然和阿苏有了后代 那于是一个新的种族诞生了 就是巨人 这个书里面管他们叫德鲁克 德鲁克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失败的种族 除了身材高大以外几乎一无是处 他们不仅不能和造物主沟通 而且还又坏又残暴 那这个叫做德鲁克的巨人 也和圣经里面描述的天使和人结合以后 生出的残暴的巨人相呼应 那在西方的神话体系里 巨人一直都是非常负面的势力 那同样在我们东方的神话体系里 这个特征也是非常的明显 像是吃忧、行天和夸父 这些巨人也都是非常残暴的负面阵营里员 不管是巧合还是历史 这些巨人其实就是这本书中的德鲁克 很明显虽然一心违背了造物主的警告 但是想要在地球造出世和灵魂寄居的实体 还是少不了一心的角色 于是造物主命令一心要远离德鲁克 这次一心听话了 眼看接触不到一心的德鲁克 就和阿苏混在了一起 生下了一个新的种族叫做亚克 阿苏本来就是那种和动物差不多的失败作品 这个德鲁克更是一群残暴的巨人 那他们两个结合之后生下了后代 你想想那得是啥呀 这个叫做亚克的种族呢 他们是一群弯着腰 无法完全直立行走 四肢着地的类似怪物一样的东西 看到这儿呢造物主已经无语了 他说如果再继续放任德鲁克和亚克 继续繁衍后代的话 那么地球呢将会迎来彻底的终结 这是造物主最严重的一次警告 他说德鲁克绝对不可以和亚克再产生后代了 于是造物主就命令一心啊让所有的亚克失去生育能力 并把这些像野兽一样的亚克呢 驯化成为一心的仆人 这亚克呢被绝育以后啊 也被驯服了啊 就开始帮着一心割地呀收割呀建造城池 这个我们不难发现啊 这个亚克也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作品啊 但是呢他们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啊 所以呢也就没有了进一步的威胁 而这时候的阿苏呢也已经自然的灭绝了啊 一心呢虽然有城池的保护 德鲁克这群巨人呢无法轻易的袭击他们啊 但是归根结底呢 这群失败的巨人呢还是一种隐患啊 于是造物主啊通知一心 提前准备好大量的粮食 然后在地球呢降下了灾祸 在这场巨大灾难下呢 草木凋零 动物呢也逐渐的灭绝了啊 造物主呢本想通过降下天灾来饿死德鲁克 可没想到呢 德鲁克竟然利用梯子 再加上自己高大的身材啊 最终呢闯入了一心的城池 开始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啊 那失去生育能力的雅克呢 只是来干简单体力活的仆人 本身呢也无力与这个德鲁克对抗啊 眼看着一心人数呢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就快灭绝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呢 造物主让一心和德鲁克结合 最终呢生下了一个新的种族 叫做一欢 那在这个时候呢蛇神呢就担心一欢啊 又像之前的雅克一样 就变成那种无智慧 像动物一样的野兽啊 于是呢就给一欢吃下了智慧之果 所以一欢呢是地球上除了一心以外啊 又一个呢拥有智慧的种族啊 但是啊因为一欢体内呢 还是拥有德鲁克的基因 所以一欢呢无法与造物主进行沟通 但是一欢是拥有智慧的 而且身材呢要比一心高大 所以造物主啊就让一心来叫化这个一欢 让一欢来和德鲁克来对抗 从而呢保护一心 这个一欢啊从本质上来说呢 只能算是一个半成品 也就是说他虽然拥有智慧呢 但并不完美啊 因为一欢呢虽然不会伤害一心 也天生的仇视这个德鲁克 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十足的破坏者 也就是说一欢呢会到处的屠杀和破坏 那当时地球上所有的人口呢 只有1%是一心 30%是一欢 剩下的全是雅克和德鲁克 那尽管一欢和德鲁克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一欢的到处破坏呢 再加上德鲁克数量众多 根本就消灭不完啊 所以当时的地球呢 陷入了最黑暗的时期啊 可以说到处呢都充斥着罪恶和杀戮 书中是这样说的 说造物主啊对此非常的失望 他看着地球说 看哪地球上的人已经远离了我的道路 他们不听我的命令 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 地球被乌云覆盖 星星失去了光芒 月亮也不再照耀 太阳也只变成了一团红色的炭火 哎到这一步了没办法了 扛米吧 一代米要扛几楼 一代米要扛二楼啊 那当时呢地球上一共有五个主要的大陆啊 分别是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和潘大陆 在最终毁灭前呢 造物主让潘大陆上的一心提前造船准备逃难 因为这个德鲁克他是听不到造物主声音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啊 然后呢就把德鲁克的这个聚集地叫潘大陆 砰的一下就被干到太平洋海底去了 所以你看今天太平洋的那个马里亚纳海沟 有那么深那么大的一个伤疤 其实啊 就是那一击留下的巨大的拔痕啊 那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呢 在亚洲的上古记忆呢 叫做天清西北地线东南 然后就有什么女娃补天呀 大鱼之水这些啊 那在西方和美洲的记忆中呢 他们呢是那场蔑视的超级大洪水啊 这个故事怎么样 精不精彩 是不是把东西方的所有生化故事全都串起来了 嗯 那为啥会有五色人呢 关于五色人你问的这个问题呢 就问到了YouTube的敏感地带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